想了解世界就关注局势很简单 如果不太关注国际旅游线路和国际局势的话 或许有些人完全没听说过这个名叫汤家的国家 要不是最近汤家的首相在会议上高调的喊话 让我国免除他们欠了十多年的债 他最近依然会像过去那样默默无闻 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汤家首相波西瓦请求我们一笔高销的债务总共是1.17亿美元 这笔钱放在国际债务里一点也不算多 换句话说很少听说有哪个国家的外债只有这么点的 这点钱如果买我们高配的核心号动车组的话 也就买两个的样子 那么一亿多的债务到底是怎么欠下来的呢 这原本是一个哀伤的故事 但是放在汤家这就有点好玩了 汤家是南太平衡上一个小岛国 到底有多小呢 如果看一个印刷版的世界地图 基本上找不到它在哪 汤家的陆地面积只有750平方公里 这个还不如香港的面积大 这点土地如果除去沙滩 礁石森林和高山的话 真正适合居住的面积就更小了 所以它的全国总人口也就是十万人多一点 我们国内两所大学的在校生人数可能也不止这个数啊 这个十万人的小国家曾经被英国人托管了上百年 所以就把基督教和英国人的君主力限制全部给穴到手了 那有了这些东西并不意味着汤家人就有了英国人的韧性生活 至少在2006年之前 汤家的国王还是大权在我说一不二的 当年他们议会大厦里那些拥有权力的人 几乎都是和国王关系密切的贵族 需要顺便交代一下的是 汤家的国会议员总数只有30人 既然是英国那种君主力限制 那就意味着国会议员应该是从不同的政治派系里选出来的 每一派都有战成一排让十万岛民投票当议员的机会 谁最后拿下的议会席位多 谁就可以宣布自己是组建政府的执政党 可是当时的国王说了 这国家就这么大点 干脆我们这些身份显赫的人说了算就得了 别整那些老民伤财的事 那这样其他党派就不乐意了 他们找了个合制的机会 在2006年纠结起来闹了一场小革命 这场革命的参与人数总共几百人 那么群情激愤浩浩荡荡的目标 直指着首相府和王公 一路上顺便通过砸窗户 抢超市 烧车 烧房子等犯罪行为来表明自己的决心 他们最终的行动目标 就是逼着国王 把那30个议员的名额开放出来 供大家自由竞选 汤家现在的军队总人数是600人 警察总数是500人 12年前应该还没有这么多 当时留下一些人保卫国王和首相 剩下的就更少了 以至于几百人的骚乱都搞不定 国王只好向最近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求助 希望他们派一些人手过来帮忙控制局势 接到请求之后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各自派了几十号人过去 最终制止了骚乱 骚乱之后的汤家就面临着灾后重建问题 虽然只有几百人捣乱 但是毁掉的建筑和公共设施可是不少 首都都不成样子了 重建的话 自己国内有没有像样的装修材料 需要从国外进口 进口要花钱 但是自己家要没钱 所以只好找人借 这个给他们借钱的人就是中国 一开始借了六千五百万美元 这些钱汤家政府又加息借给了国内的企业 因为不够修房子 所以继续找我们借了一些 借条上写好的是2013年开始还 话说在那场骚乱中 国王被吓得不轻 觉得那三十个议员的席位 还是开放处于比较好 否则再来一次这样的骚乱 自己可能会性命不保 于是他就和示威者达成了一致 把那三十个席位给了贵族们留了九个 剩下的二十一个开放选举 而且这项政策从2008年正式开始 这样一来 国王的权力大大缩小 政府就不再是国王的服务机构了 通过这次微型的革命 汤家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个更加纯粹的君主力限制国家 体制虽然是变得更好了 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 却是欠了一笔维修费 这笔钱对别的国家来说一点也不多 但是对汤家人来说可是一笔巨宽 几乎占了他们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七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到了2013年开始还款的时候 汤家政府表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希望中国政府可以宽限几日 我们这边的大气 说那就五年之后再还吧 所以这笔维修费的还款日期就被推到了2018年 话说时间到了2015年的5月份 汤家的新任首相波西瓦上台了 这个波西瓦就是当年带头闹革命的负责人 也是跟国王谈判开放议员竞选的人 他上台之后轻点了一下政府债务 就惊讶的发现连门带息欠着中国人将近一亿美元 于是他就哭在那脸求我们给他免了这笔钱 当初就是他带着一帮人打砸抢烧 完事之后当时的汤家政府被迫借了这笔钱来搞善后工作 如今波西瓦自己做了政府一把手 就开始哭穷 要求我们把这笔债务一笔勾销 他这个行为就显得非常不体面 他上台之后三年很快就过去了 时间这不就到了2018年的还款日了吗 在前两天的太平洋国家论坛上 汤家首相波西瓦再次朝我们喊话说 希望把他们的债务给免了 听到这个请求 我们外交部的态度是一贯的清晰而含糊 说我们免责是有条件的 你们汤家不符合被免的条件 相信这个债务最终可以被妥善解决 说到这我们不免有些感慨 因为波西瓦的这个行为 让局势军想到了最近另外一个新上任的总理 他就是巴基斯坦的总理 伊姆兰汉 伊姆兰拿到入职通知书到总理府报道之后 也是清廉了一下政府债务 发现自己国家欠着上千亿美元的外债 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么伊姆兰对这个债务是什么态度呢 伊姆兰说我们要降低开支 节一缩时给人还钱呀 这个行动就从我自己做起吧 首先把过去总理的随从500人捡到两个人 那个富丽堂皇的总理府我也不住了 重新给我租一个三居室就可以了 还有那种款式的防弹车给我留一辆就行 其他的拍卖筹钱来还债 虽然不知道这些措施最终能推动成什么样子 但人家伊姆兰这个态度就非常好嘛 虽然穷 但是咱们穷得很有骨气 也很有诚意 不知道巴基斯坦的众多债主们 看到巴基斯坦新总理这个样子 会不会鼻头一酸心头一热 产生想要免息免债的冲动 相比之下 汤家国的首相波西瓦的表现就差太多了 他似乎从来就没有意识到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这个江湖规矩 从他第一天做首相开始直到现在 老是一副求放过求赠送的姿态 这反而让人非常嫌弃 这世上最难治的病是穷病 如果看他可怜就把债务一笔勾销 那别家的债务怎么讨呢 债主虽然钱多 但那也是血汗钱 话说这一个国家为什么会欠下外债呢 这跟普通家庭欠债是一样的 一个人想要那些家里没有的好东西 比如好车 大电视 滚通洗衣机 苹果 按键套等等 但是卡上没有足够的钱 就只能找人借了 借到之后 先把东西买回家自己先享受着 回头再攒钱慢慢给人还 可是如果收入水平有限的话 往往还款期限到了 钱还凑不够 这不就是所谓的家庭债务危机吗 所有那些有债务危机的国家 状况都是大同小异的 一般出口生意做的不好 也就是说收入不高 但是政府的胃口不小 想着举债搞投资开发 或者国内人民对好东西的追求不低 这些东西自个儿又造不出来 只能从外边进口 当进口大于出口的时候 他们国家的外汇就是净流出的状态 这种日子过上好几年 迟早要花光外汇储备 然后从别的国家那儿赦账借钱 像欧洲国家希腊 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 巴西和阿甘廷 中东国家土耳其和约旦 亚洲国家外蒙古 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每当一笔债务到期的时候 这些国家的名字 就会频繁的出现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 同时伴随着崩溃 破产等这些耸人听闻的关键词 每个国家在伸手借钱的时候 其实多少都是对未来有规划的 他们觉得自己有一系列 提升经济的投资计划和改革措施 这些东西按时推动下去的话 将来就能提高经济 扩大出口增加收入 等到还款期限到来的时候 说不定这手里可能就已经攒够钱了 甚至贸易都能从逆差变成顺差 然而除了个别幸运人以外 现实对大多数国家都是骨感的 要想把一国贸易 从逆差扭转为顺差 是一件连特朗普都办不到的事 而想让全体国民都脱贫 甚至变富 那就更有难度了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困难 如果像汤家这种袖珍国家 能出口创汇的东西 就是从海上捕上来的鱼 和岛那些农产品 外加游客过来的花销 除此之外 绞尽脑汁也很难想到 可以拿来卖钱的东西 他们一旦借了一笔巨款 之后能还上的可能性 就注定很低 债务越积越多 最后只能把港口或者景区 这些创收的资产 抵给债主去经营还债 一个没有债务的人生 是非常舒服的人生 他能感受到那种 从头到脚 由内而外的自由 买个东西吃个饭 出去玩一趟 都不会因为老想着还债的事 而畏手畏脚 同样 一个没有外债的国家 在国际上也是任性的 国内的人民内心 也不会那么恐慌 不会每次外债到期的时候 就担心政府加税 或者自家货币的贬值 衡量一个政府的能力 或者衡量一个体制的好坏 不能只从理论上出发 找那些条条框框 挨个去做比较 然后打个分 这种方法是学生和老师 在课堂上做的事 有参考价值 但是不能当真 社会人的方法是 看国际实际的发展情况 和自己实际的生活状况 然后再跟其他国家做个对比 再得出结论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或者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 另外我们的一档节目 局势军的政治课 已经完结 并在公众号 时政很简单上 有免费视听板块 您可以关注 获取更多资讯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